再来关心县市长的最新选情 在这次选举被列为超级战区的新竹县 选情是极度紧绷 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邱敬纯 跟脱党参选的张碧琴 相互指控会选 并且都想要在最后关头 操作对自己有利的气宝效应 而在两个人欲棒相争的情况之下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表示 民进党很可能因此得利 彭绍锦现在胜算很大 选前24小时 吴朗吉候选张碧琴和现任县长郑永金 一大脚在新竹县新风乡车队扫街败票 也到庙里上香祈求能够胜选 对于国民党候选人邱敬纯指扣会选 还在他竞选总部的对面 装贴弃二宝一的文学 企图制造气宝效应 张碧琴也提出反击 他应该要退选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他有立委可以做 不应该浪费我们的公堂 要浪费6000万来补选立委 所以他叫我们退选 我觉得做贼喊做贼 而列领张碧琴的前县长林光华 也跳出来指控邱敬纯的装脚 在3号晚上涉嫌买票当场被抓 但邱敬纯极力反驳 马上跟新竹地检署查证以后 地检署说没有此事 可见的林光华先生所说的 根本不值一信 对于泛兰两组候选人内讧 互相指控会选操作气宝效应 民主党党主席蔡英文认为 泛兰恶斗 让民主党在这一次新竹县长选举 胜算的机会大为提高 长期经营的结果 不会受到这个影响 反而就是说可能会受益 新竹县对我们来讲是一个 胜算非常大 选前最后一个晚上 民主党的彭绍景打出院长牌 前前院长现场从全场助阵 而邱敬纯再一次打出总统牌对抗 方便情没有辅院党高层的加持 打出老县长牌原和造势 新竹县的选前之夜 火药味十足 记者新竹综合报导